我會覺得時尚是一種自我的表達 人可以通過他們的衣著去反映出他們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想法 時尚是一種在衣服上的創新 The Worries of Oyster是一個中性和當代的時裝品牌 我們希望透過衣服去探索新的輪殼、新的布料 在設計上有一定程度的創新 但同時是維持到它的貨穿性 The Worries of Oyster其實除了是一個品牌之外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Line for 即使這個品牌可以不斷地探索 從小我們心目中的根珠 我覺得靈感是來自生活的每一部分 即是無論在街上看到的事物 又或者可能一些藝術品或者一些戲 只要你其實去細心觀察 一定是有一些題材或者一些靈感是可以得著的 很多時候我們的每一個季度 都會把很多我們一些情感下去 希望去表達給我們的群眾的形成 我覺得我們的collection 是不自覺地會加一些香港的元素 因為我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 所以其實無論在視野或者審美觀 或者可能用色方面 其實是不自覺地去影響我們的collection 我們遲些在center stage present的collection 一樣都是會 跟我們以前的做法 都是會從我們身邊的事物去出發的 從而去發掘多些我們內心底柱的事情 或者一些情緒 他有一種時間會將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一些新的手法 做一些創新的布料 一些細節去給大家看 我們希望在center stage 可以接觸到更多的觀眾 不單在香港 亞洲和全世界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 認識我們這個品牌 而且都很開心 可以在我們最喜歡的層次 和最熟悉的地方 去跟我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Hello 我是Chelvin Hello 我是Joyce 我們在Helle的D Shaw Yongce 和無雷隱 這位在center stage 當然… 她是…